台北政府昨天宣布 首都曼谷以及邻近省份的空气污染 已经危及了健康 下令接下来民众必须在家工作 而瑞士追踪空气品质的网站显示 曼谷的空气污染指数是 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15倍之高 成为全球的空污第八糟的城市 而曼谷的天空一片灰蒙蒙的 很多民众都在抱怨眼睛痒 还有太多灰尘导致呼吸不顺畅 路透社报导 曼谷被这波的空气污染 主要是农作物燃烧 还有空气污染以及交通拥塞等因素的多重影响 对此当局一再呼吁民众 尽量待在加州不要出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